大家好,我是桑迪 那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始学习我们的第一阶段的第三课 Linux应用程序安装及卸载 那我们照旧来看一下本课我们所要学习的内容 课程目标,了解Linux软件的安装机制以及常用的方式 在这里重点我们要去理解我们Linux软件的安装机制 在这个的讲解过程中,我们也会类比我们的Windows安装机制来做一个比较 其次我们要了解常用的软件包,包括Dibin和RPM这两种包的格式 第三是熟悉我们的Ubuntu下面的三种软件安装的卸载方式 软件安装及卸载的方式 其次是安装我们常用的一些软件及服务 那么这里的重点难点就是在我们三种安装方式中的其中一种就是编译我们的安装 就是编译从网上下到我们的这个程序的原代码 然后来进行一个编译,然后再安装的这种方式 其二就是apt-get的这个工具的一个熟练使用 而且这些工具其实都是蛮复杂的 另一个下面的工具都是蛮复杂的 但一般情况下我们常用的就那几项啊 所以大家不用害怕 那么我们课程的考核目标啊 就是如何去下载一个工具原码编译并且安装 有人问到你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一定要答的上来啊 所以这个就要求我们对原理理解的比较清楚 课后练习 把课程中的演练都做一遍 试着解读一下下载的原码 这个时候可以用到我们之前讲过的sourcing site 对不对 用这个原码工具 把我们下下的这些工具的原码 把它导进去建立一个项目 然后来解读我们的这些原码 那么这里会给大家后面会给大家借到dev和dipping 这个操作系统 好下面我们现在开始我们这课的内容 Linux应用开应用的程序 这个安装啊 一讲到这个安装 我们想象一下 如果是你来设计这个Linux 你会怎么样去设计这个安装软件的这个机制呢 有的人说我不知道啊 但是我们我们说了 这个学问就是什么 天下的文学问都是一大抄 抄袭加改良就是创新对不对 所以呢 当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去借鉴和参考一下别的机制 那我们借鉴谁呢 就借鉴我们比较熟悉的Windows 我们来看一下Windows下面的安装程序 我相信大家以前可能做过一些应用开发的 在Windows下面 比方说一些WinFoom程序的开发 我们用过一些安装打包的工具吧 比方说Install Share啊 还有Inno Setup 这两个工具 对吧 就会把我们的程序打包成什么 打包成我们的一个安装包 只不过在Windows下面有一个特点 就是执行文件 它的扩展名也是exe 打包完了的程序 它还是一个exe 因为Windows它下面 执行文件是靠这个扩展名来辨别的 而在我们的Linux下面执行文件是靠什么呀 是不是靠权限呀 所以无论什么扩展名 其实只要你有执行的权限 你就是个执行文件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Windows和Linux下面不同 我们知道这一点 所以呢 在Windows里面 我们的普通执行程序 和我们的安装包程序 也就是我们的软件包 都是exe 但是我们在概念中 其实要把它们分开来 在概念中我们要把它分开来 那么我们想象一下 在Windows下面 我们的一个软件的安装的步骤 是什么样子 就打完了之后 是不是第一步 在我们的Program File文件夹下面 这个当然是默认文件夹 建立我们的程序文件夹 比方说我写了一个工具 叫ABC 那么是不是就会在这个下面 建一个ABC啊 这个文件夹 第二步 就是Copy相关的动态链接库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依赖的类库 到程序的文件夹 或者系统文件夹下面 就有的可能你会考到什么呢 System 320文件夹下面 对不对 比方说我们在这个程序里面 写的一些一大堆的DL 动态链接库 第三步 就是Copy可执行文件 到程序的文件夹下面 比如 什么 比如 这就是我们运行的时候的EXE 那可能我们就叫ABC.EXE 这是我们的可执行文件 第三步就是把这个考进来了 第四步 就是Copy 我们的配置文件 到我们的程序文件夹 或者系统文件夹下面 比方说我们有的时候会用到一些INI 对不对 来记录一些我们的登录状态 或者保存一下用户名 这些内容 这些基本的配置文件 我们给它考进来 第五步 把配启动配置 或者程序依赖的配置 放到注册表里面 对不对 这是Windows特有的一个注册表 而一进 第六步 如果有自定义的一些服务程序 比方我们的一些Windows Service Windows Service的一些程序 注册这些程序 并且启动这些服务 那么这就是我们在Windows下面的一个安装过程 那么大家想象一下 如果在Linux下面 我们怎么样来做呢 我们参照它 那么首先我们要明白Linux和Windows 在这些过程中 其实没有什么质的区别 但是有一点 Linux是不是没有我们的注册表 没有我们的注册表 所以它的配置信息 不可能会放到注册表里面 所以我们第五步可以把它省掉 对不对 可以把它省掉 那么这样子来看的话 如果我们自己去设置Linux的程序安装机制 我们是不是就会这样的来设计 也是第一步 在Program Files文件夹下面建立 我们的程序文件夹 但是大家很好奇 Linux没有这个文件夹 但是我们之前是不是说过 Linux下面对应的类似于Windows的这样一个文件夹是谁 是不是user usr user 这样的一个文件夹 这个就类似于我们的Program Files 对吧 然后copy相关的动态链接库 Windows的动态链接库是DLL Linux的动态链接库是SO SO 这个后面我们讲编译的时候 我们也会讲到 现在了解一下就行了 那么把相关的动态链接库 或者依赖的类库 就是可能我们的那个可执行文件 要一有那些类库我们才能运行 把它给拷贝到我们这个user下面 是user下面吗 当然不是了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要建立一个文件夹 也就是user下面的ABC 同样的这个是把这些相关的类库 给它考下来 或者考到系统文件夹下面 系统文件夹下面是在哪里呢 是不是就是根目录下面的bin呢 我们常常用它来做一些系统的一些 可执行性的文件 我放在这里 对不对 第三步copy可执行文件到程序文件夹下面 比如exe 那么在这里面可能就不一定是exe 可能就没有什么扩展名 比方说是一个ftp 对吧 可能是个ftp 但是在这里的话就是我们的abc 给它考到这个文件夹下面 第四步 就是copy我们的page文件 到我们的程序文件夹 或者系统文件夹下面 那么在这里我们 很有可能是给它考到哪呢 很有可能给它考到这个下面的 配置信息下面 或者考到我们当前的abc 这个下面etc也都可以 也有可能考到系统文件夹 那么这个配置的话 在linux里面是 是有专门的文件夹来存放的 是不是 就是我们的etc 这样的根目录的这样个文件夹 所以有可能把abc的配置文件 考到这个下面来 考到这个下面 第五步 没有 因为没有注册注册表 第六步 如果有自定义服务的话 注册并且启动 那么这个注册并且启动 是在哪里呢 后面我们会讲到 在这个下面有一些 包括init d 什么的 这些启动文件夹下面 这些启动文件夹下面 那么 好 这就是我们linux下面 程序设计的一个过程 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我们学了linux的文件夹结构之后 我们又结合了windows下面的一个软件安装过程 我们已经能够猜到linux下面软件安装的 它的一个过程是个什么样子 那么我把这个过程总结一下 实际上就是什么呢 拷贝类库 拷贝可知性文件和配置文件到相应的目录 然后根据需要选择性的配置 或者启动服务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linux的软件的安装的过程 那么卸载 大家想象一下怎么样 怎么卸载呢 那么 一般情况下 我们是不是按照这个倒许来进行卸载 那么同样的 在我们linux下面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先停止服务 对吧 停止完了服务干嘛呢 删掉相应的配置文件 然后呢 删掉相应的可知性文件 然后选择性的删掉它依赖的内裤 什么叫选择性呢 要看它这个内裤是不是它自己独享的 对不对 如果很多人共享的 那是不是不能简单的把它删除 这就是我们linux下面程序安装和卸载的一个机制 所以大家如果自己来设计 我相信你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思路 对不对 好 有了这样的一个思路 下面我们就开始来研究我们linux的程序安装和卸载的方法 那么在这里的话 我们要先 先来看一下 linux程序的安装方法的一个类别有哪些种 事实上 我们可能有的朋友也已经知道了 在linux下面我们有三种安装程序的这样一个方式 第一种是下载我们的软件包进行安装 什么是软件包 待会我们会讲到 第二种是下载圆码编译和安装 这个第二种方式我们以前在讲seer的时候 是不是已经给大家做一个做过一个演示 对不对 当时我们已经编译好了 但是没有安装 安装的时候我当时说copy 但实际上有比直接copy更简单的一些命令 第三种就是根据我们的程序管理包在线的进行安装 这三种方式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依次来看一下这三种方式的一个原理 我们先看一下下载安装包进行安装 那么我们要首先看一下什么是安装包 在我们Linux里面我们常常称它为软件包 那么实际上它就类似于我们Windows的一个安装程序 在Windows下面我们打好包的是一个exe 那么大家想象一下 在Linux下面 我可能会直接给它以一个压缩包的方式 大家都还记得我们之前打包程序tar 那么我完全可能以一个打包的方式 但是我给它命名一个自己的扩展名 比方ABC 然后这个里面的打包格式也是我自己定义 比方说ABC Format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安装包 那么这个安装包它的文件格式的规范是什么样子 我们具体的安装包要到具体安装包的官网去查询 它的文件格式规范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在我们的Linux下面 我们的安装包是什么样子 比方说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就是一个安装包 那么这个安装包它的扩展名是Dev 这个后面我马上就会讲到 这就是我们Ubuntu也下面的主要的一个安装包的方式 那么它的在Linux里面 安装包的命名格式是什么样子呢 大家来看一下 这是Apto的 Apto的下滑线 0.6.3横杠 3.25 Vbuntu1 再下滑线 S386 那么这样的一种命名方式实际上是分成了这样子几段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分了一段 这分了一段 这分了一段 分成了一二三四 四段 那这四段分别代表什么含义呢 第一个是软件包名称 第二个是版本号 第三个是修订版本号 第四是体系架构 体系架构 那么最后一个当然是扩展名 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 这个是他对我们的Linux下面软件包命名格式的一个了解 那么Linux下面软件包 大家想象一下 我们在做系统 系统开发的时候 不同的程序 我们在Linux下面安装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有一个优先级对不对 有的优先级别比较高的 我们可能就就很多的包就会去依赖他 而且不能够随便的把它给删除掉 那么同时呢 可能优先级别比较高的 他他更多的会利用到一些系统下面的一些资源 而且这些包可能也会被别人所去调用和依赖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Linux操作系统在设计软件包的时候 一个优先级的一个设计 我们先来做一个了解 在Linux下面有这样的几种优先级 从高到低 第一是required的 就是需要必须的 那么实际上这个级别的软件包 是保证系统正常运行所必须的 如果缺失系统就将损坏 比方说一些系统工具 比方说我们的bash 还有mount 这些是我们必不可少的 你说如果我们的Linux下面没有bash 就没有share这些share的话 那我们Linux基本上是不是什么事都不能做 各种的这种用户交互都没法做 对不对 所以这些都是必须的这种软件包 这级别大家要了解 因为后面我们在看软件包的时候都用得上 第二就是important 重要 那么它代表含义是若缺少了这个软件包 系统将运行困难 这个主要是用来实现系统底层功能的一些程序 比方说aptitude 还有apticade get 这些都是我们后来要安装软件包的一些工具 第三种就是我们的标准的 就是Linux系统的标准键 比方说装了我们Linux 默认就会装上的像什么Telnet ssh 科目端 还有ftp 这些科目端程序 这就是一些标准键 第四就是optional 可选 可选的意思就是这个软件包是否安装都不会去影响到我们Linux的运行 那么这个一般会 会 会怎么说呢 更多的是我们用户特定的一些包吧 包括比方说我们要是否要安装图形界面 X11 这个就也就是SX Windows Server 第二个就是我们常常用到的MySQL 还有我们的OpenOffice 是否要装Office 以及我们自己开发的一些软件 这些软件实际上我们是否安装它 都不会影响到我们Linux系统本身的一个运行 第五个级别就是extra 就是属于附加的扩展之外的 那么这个级别很有可能跟高级别的软件包存在一些冲突 所以这个级别的包我们一般情况下是不去安装的 不去安装它的 这样的几个级别 那么在大家想象一下 根据这样的一些级别 是不是级别越高的系统重要级别越高 也就是说越重要 而相比之下 它其实更接近我们的底层的一些东西 对不对 那么在如果说他们要互相依赖 比方说这个包需要它 它需要它 那么大家想象一下 在依赖的时候是应该高级别的去依赖低级别的 还是低级别的依赖高级别的 是不是应该低级别的依赖高级别的 也就是不那么重要的依赖系统核心的 对不对 好 但反向依赖可以吗 不可以 在我们Ubuntu中进行了一个严格的定义 就是高级别的软件包 不能去依赖我们低级别的软件包 那么在这里我们就会去思考一下 那么既然有这样的一个依赖的说法 那么在Linux里面 我们会不会就存在了 比方说A 依赖B B依赖C C依赖D 那么这样子我们想象一下 在我们的Linux里面 是不是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数 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数 对吧 好 然后这个是高级别的 下面是低级别的 那么他会依赖他 这个节点 他会依赖他 他会依赖他 那么这样子就会软件与软件之间 就会有这样的一些依赖关系 这个就有点像什么呢 其实我们Windows上面也会有这样的依赖关系 比方说我们在Windows服务里面 我们一个服务可能会依赖另外一个服务的运行 这个服务才能正常的跑起来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要思考一下 在Linux里面有依赖数这样的一个概念 有依赖数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么这些依赖关系是如何去设计又是如何去设计呢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在Linux里面 依赖关系是用来描述程序与当前系统程序 包括类库之间的一个依赖性 比方说我们现在正在安装一个软件包A 那么就会给他有这样的N种 大概是六种的这样的一种依赖关系的一个定义 第一种就是典型的依赖关系 Dependence依赖关系 表示什么呢 要运行的这个软件包A 就是我们正在安装这个A 必须安装B 甚至于还要指定它的依赖的这个B的版本 这个就是一个依赖关系 其二就是一个推荐关系 那么也就表示软件的发行商 官方认为普遍用户都会安装A的时候 同时会安装B这个包 所以推荐你尽量把它装上 第三种是建议 这个建议的级别是不是比推荐还要小一点了 那么建议的级别就表示 如果你安装了软件包A 有可能会增加软件包B 有可能会增加A的功能 锦上添花 第四种是replace 就是替换 也就是说 我们安装软件包B的